乾杯 喂 good morning 最近怎樣 好久沒見 其實沒有好久沒見 現在就來到大溪 桃園縣的大溪 我一開始來桃園 聽也沒有聽過大溪是來的 然後查一查好像是蠻有名的地方 老街是很有名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來到老街去看一看有什麼事 我還沒吃午餐現在已經是兩點鐘 不行有一點餓 這裡看起來感覺很local的地方 我走這條街是很開心 沒有fancy 看起來也沒有tutters 可能天氣不好吧 應該沒有天氣不好 因為這裡是local的地方 這也是我們的地方 不錯 這是糯米茶 看到我覺得很好吃 但是說起來 我就想過這個是 天風野湯 從來不會想到 糯米茶 台灣我在想其實它在sauceage 的範圍裡面也是很厲害的 因為它真的很sauceage 糯米茶 然後大腸包小腸 然後還有應該很多奇異怪怪 所有你想到的就是sauceage 來一個mango sauceage好了 可以真的有 所以這個糯米茶 才知道它這個大腸包小腸 外面的大腸包小腸 但這個不是重點 這個店的重點是看到 它是有一個三角攤園 這三角攤園有什麼分別 跟平常攤園 就是三角形跟圓形的分別 其實滿聰明的 就是因為它弄成三角形 變成有名 人家就知道 三角攤園就是在這裡 小小的改變 就變成standard 最好看就是看它們在旁邊 在香港在英國也沒有這些 直直直走 我之前去一個筍腳店 在市政府服裡邊 看著它們包餃子 幫我直接放下的影視 超爽的感覺 所以現在三角攤園來了 這個三角攤園 很不三角 但是我相信這是藝術吧 用好的方便來看 就是它是用抽象的概念 你又想著它 抽成凱琳 想著它是一個三角攤園 很難很難 藝術這些 你懂什麼 我懂什麼 不懂就說 我真的翻卡了 有人說 我不能走路享受台灣 然後就用胃來享受台灣 所以今天就是吃吃吃吃 剛剛吃完那個三角攤園 現在就是又吃豆花 然後我以為他們說是豆花的時候 只是豆花 他還要加其他 六個選三個 三個選六個 三個選六個 六個選三個 然後我選吃 Q圓 Q圓 完全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炸豆 這個 Q圓這個 然後 你又選 Q圓 所以現在剛剛吃完豆花 現在就來到十門水庫 我沒有想過 我也會來這個地方 但是剛剛好 有一個很好的家庭 他們帶我來十門水庫 看一看眼界 然後也說到了 這裡有一個肥美的魚 在裡面它有自己天洋的魚 然後你拿下來吃 因為水很好 所以現在剛剛吃完豆花 就很肥美很好吃什麼什麼什麼魚12道菜 我們到這裡很舒服 雖然是說7月份的台灣是最熱最熱的時候 但是現在我覺得還好沒有人熱 嗯 敬德要把它記起來啊 對 這是哪裡 跟他活靠信佈 你可以跟英國人講話 他們說共譯 說共譯哦 說共譯的通話 那你可以進帳啊這樣聽聽有嗎 那你可以進帳啊這樣聽聽有嗎 聽得懂嗎 聽得懂 聽得懂 看個活靠信佈 他們每一個都在看 他說每一天都在來 昨天是22 22.6 今天就剩了一點點 20 23 超誇張的 每一天也是記錄 1 2 1 2 2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西切子面就是我们最后一站 就是现在就是看小吃应该吃什么 海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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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我现在就是 我刚刚看到超厉害 超便宜的 所以超多人 好所以现在就是先吃饭 在大西切子里面 超棒 超到 这个 我们就先吃饭了 我给你吃饭 我买一辣 所以现在就是吃饭 它是饱饱 我这个是大碗 而且在台北呢 这里在台北吃饭 然后它的大碗 我们超级小碗 然后这里 它的小碗是超级大碗 大锅子 然后这里的 这里的 这里的辣青卷也是自己做的 炸东西也自己炸的 炸那个豆皮 超棒 大碗的面 不是说假 这个是大碗的面 小碗的面 也不是说假 不是小碗 也是大碗的面 超棒的 所以这里大西切子面 相信你们可以出去 大西 很棒的地方 很棒的老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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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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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现在我们来到真的最后最后一站 真的最后一站 就是在大西 最后一站 对 今天最后一站 就是在大家 坐在外面 超舒服的 就是喝啤酒 吃一个甜点 超棒 甜品 然后这里我到了 干杯 干杯 然后又是很好的姐姐 今天怎么没有拿来看 在这里 就是在台湾对我来说最重要 不是那些景点 只是有人坐在这里 笑说笑 天天人家怎么生活 就已经超棒了 平常喝威士忌就多了 但喝高两种 第一次第一次 所以就试试再试 要意思了吗 小心点 跟威士忌是比较强的 当然是 不是 平常威士忌是喝到 但是这个是 所以是两次 哈哈哈哈 很大 很不爽很不爽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之後我應該不會再拍了 所以記得like and subscribe 台灣超級棒 大西也是超級棒的 今天我們去到老街 去了水庫 然後去了大西 切紙面 又在這裡 跟台灣local 所以說話想一想就好 所以今天的影片記得在like and subscribe 我們下一個影片 再見